当时以为没有大事呢 就是个骨折 结果现在看 现在 现在什么情况 她那腿都保不住了 你说吉娜呢原来对礼尚 可能还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是人有时候是这样啊 出了事又是为了救咱们 所以吉娜现在就是 你知道吗 同情啊 怜悯啊 当然也有一些爱意了 就是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 是不是 不是 所以我真怕这孩子 他承受不住你知道吗 没事 别着急 别着急 那你看咱们能做点什么 我就跟你商量咱能做什么呀 只能在精神上给他鼓励呗 那现在什么也不说了 先给礼尚治病要解 是是是 咱们还得跟吉娜 好好聊一聊嘛 对对对 是吧 看她一个什么想法 你现在有没有时间 有有有 有时间咱俩到医院去 现在就走 聊聊好不好 好 好 走吧 走吧 上医院 走 走 吃慢点 小慧太 大慧太 你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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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吃了一嘴都是 来 擦压嘴 来 擦压嘴 娜娜 你说今天这事啊 真的有点大 所以我就临时把你爸也叫出来了 小方都跟我说了 没想到礼尚的情况这么严重 居然是这种后果 礼尚这个情况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既然遇上了 咱们就面对 对对 现在别的事情咱们都先放一放 当务之急是帮礼尚治病 争取让她早日康复 你看我们能做什么你就分配 我呢熬点汤啊 什么补充一些营养啊 这些都没问题 你爸包个腿开个车什么的 好吧 行了 妈 爸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 你们也别太担心了 一切都会好的 对 对 爸妈永远都是你的后盾 对 是 那我先上班去了 娜娜 还有事吗 妈 没事 去吧 你别看她表面上表现成这样 心里不一定什么感觉呢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小玉 菁大夫 这病人呢 出院了 出院了 是啊 人家请了私人医生 回家治疗去了 我先去忙了 行 你说着急回家干什么 这楼上你也上不去 只能在这客房里躺着 舒服啊你 真是没罪啊 照罪受 住在医院里 总是给人添麻烦吧 再说我回家了 多自在啊 还能看到你 这孩子呀 有心事啊 从来不说 总是憋着肚子里 可是有时候任性起来 是不管不顾 有时候呢 又太替别人着想了 晚上啊 我跟你做喜欢吃的红烧肉 和鲜猪笋 别遵移 我给你开电视啊 你放心吧 阿姨 金太夫 进 你上在哪儿 在 进来 进来 尚尚 金太夫来看你了 来 请坐 谢谢阿姨 坐坐坐 孙爷 我突然特别想窒息过 好好好 我这就给你买去啊 你送啊 请带我 怎么这么着急就出院了 我一直不带幸福住的医院啊 在家里都好呀 自在 也不给别人添麻烦 你觉得你在给我添麻烦 没那么想 我觉得 去私人医院挺好的 医生的态度好 环境好 还有专业的康复教练 我以前总是缠着你吧 挺烦人的 是我不对 以后 我也没法缠着你了 所以对你来说是种解脱 你要是特别忙的话 不用来看我的 不吗 你要这么说 那我以后 就得经常来缠着你了 别想那么多 行吗 现在先把身体养好 不要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你不要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明天见 明天见 杨老师 我来接童童了 她还乖吧 童童 被她妈妈接走了呀 妈妈 是啊 谢谢啊 没事 拜拜 喂 童童 童童在你那儿吗 没有我 幼儿园说她被妈妈接走了 我以为是你把她接走了 不是我 你别着急 我现在过去找你 我有点急事 我要出去一趟 有空我再来看你 好 好 你去忙忙 要不 我先把你推到卧室去 没准 我都也可以 好 这边没有啊 要不先回家附近看看 好 童童 没有啊 童童 去那边看看 彤彤 彤彤 你怎么回来的 谁带你回来的 怎么了 彤彤 谁去幼园接着你啊 我们到处找你很担心你 妈妈 妈妈 回来了 饭都做好了 做了你最爱吃的烧排骨 陪彤 干吗这么惊讶 这么久不见 这么想我 你自这干吗 这是我们家呀 你和儿子都在这儿 我当然也在这儿 这位小姐是 这是琴娜妈妈 琴娜 你好 我是无所谓的妻子 陪彤 是前妻 我是无所谓的朋友 好 刚才小孩子乱叫的 不要介意 我先走了 琴娜 彤彤 来 跟妈妈回家了 我先走了 琴娜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发誓 我是和你同时见到的裴静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她怎么接走的童童 怎么进的我家 怎么出现在我面前 请你相信我 不管裴静做什么 她都只是我前妻 我和她没有任何的关系 琴娜 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 我会好好的 好好的跟裴静谈一次 我相信 我一定 能够好好处理这个事情 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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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 相信我好不好 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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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我妈妈吗 当然是啦 妈妈怎么会骗你呢 那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 因为 之前妈妈生病了 很严重的病 所以 不能来看童童 是跟我一样的病吗 也做手术了吗 还疼吗 不疼 妈妈不疼了 妈妈对不起你 交上妈妈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有金娜妈妈了 那 金娜妈妈跟妈妈 你更喜欢谁呢 那我看你对我好不好 是不是每天都去 幼儿园去接我 好 妈妈每天都接你 不疼了 不疼了 北京 我们聊聊 童童饿了吗 孩子又饿了 我们先吃饭好吗 你们吃吧 我吃不下 童童 来 我们吃饭了 童童喜欢吃什么 是这个排骨还是这个青菜 喜欢吃排骨啊 童童跟爸爸一样 也喜欢吃排骨啊 强强妈妈做的排骨 以前 爸爸最喜欢 妈妈做的烧排骨了 老公 嗯 你过来 怎么了 老婆大人 有何丰富 你有病吧 你才有病呢 你说结婚到现在 咱们也没做过什么措施啊 怎么我还没怀上孩子 没怀上孩子多好呀 好什么好 我们俩现在自由自在想去哪去哪 可是我还是想要 想要迟早都得要的 只是这个时候呢 咱们不是时候 养孩子压力真的太大了 那你看看 那个我以前老同学 阿智 生了孩子以后 你看那日子过的 你想过那样日子 我还是说 要在舍着 公私 你应该会做什么 我都想让你 大杀了 你AA 让她挣了一大笔钱 她觉得我是她的福星 就开始追求我 她对我真的很好 无微不迟地关心 又会制造浪漫 时不时还给我惊喜 于是 我们很快确立了关系 住在了一起 我以为 她很快会跟我求婚 没想到 等来的 是她从台湾来的太太 当中给了我一巴掌 于是 我就变成大家眼中的小三 她是靠着岳父起家的 很怕的老婆 不该惹她 于是她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离开上海 我也觉得丢人 就拿着钱 来了北京 来北京以后 我和朋友 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店 生意一直很好 直到 她叫了一个爱做钱的男朋友 有一天 我来到店里 看到的是空空如也 扬起一遍 要房租的 要服装款的 天天守在我家门口 后来 他们又拆了店门 破了油漆 让我日日不得安宁 我当时就在想 这么大的北京 这么大的上海 这么大的中国 怎么 倒霉的就总是我呢 所以 你就把我卡里的钱 都转走了 我是迫不得已的 我不知道那个是 彤彤的手术费 如果我知道那个是 彤彤的手术费 就算他们杀了我 我也不会拿的 过去就过去了 毕竟负极一场 你的为人 我还是了解的 所谓 现在在北京 除了你跟彤彤 我没有别的亲人 我们从今开始好不好 对不起 金娜 现在是我女朋友 我不相信你对我 一点牵挂也没有 没有 你胡说 你知道我的记性不好 家里所有的密码 都是我的生日 你知道我爱丢三辣四 就把家门钥匙 藏在脚店门口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习惯你都没有改 我知道 你还是想着我的 对不对 裴静 你想太多了 时间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这就是我的家 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还会是 要不 我先给你订个酒店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 我不走了 童童需要妈妈 我会跟童童睡在一起 童童 已经习惯 和我睡在一起了 我 我今天哪儿也不去 起床啦 童童 爸爸送你去幼儿园 然后爸爸今天去加班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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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洗脸刷牙 洗脸去 你们起来了 快来刷牙洗脸 准备吃早饭 童童真乖 自己去刷牙洗脸了 裴静 我不是跟你说过 之前那房子到期了 租借你的房子 需要一些时间 还有钱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借助一段日子 我知道你妈住院了 你工作又忙 让我来照顾你妈跟童童 让我也经营点心意 好吗 毕竟 让我们夫妻一场 难道你真的忍心 看我留了街头 我知道了 陪童童吃完早饭 我就走 童童 洗好了吗 来 吃早饭了 你看 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来 来 坐 童童喜欢喝粥呀 来 我们喝一个纯牛奶 好不好 来 那我们再吃个包子 来 我今天要加一天班 童童有点咳嗽 这是她的药 如果带出去玩 记得用温水喂她 不用热水 我妈那边 就不麻烦你照顾了 她就是常规的书页 我下了班 去看看她 嗯 我知道了 奶奶 奶奶 童童你来了 奶奶可想你了 来 妈 裴静 给您做了点饭 不知道合不合天胃口 但是肯定比医院的好吃 裴静啊 你怎么还敢回来呀 你害得我们家所谓 还不够惨吗 妈 您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 彤彤 以后不要跟她在一起 可是她说她是妈妈 她不是 妈 您别这样 您可以恨我 但不能不让彤彤认我呀 裴静 我不知道你这次为什么要回来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家已经再经不起你折腾了 我们好不容易在北京安定下来 现在所谓又有了新的女朋友 我求求你 你就放开她好吗 妈 您误会我了 您先吃饭吧 我先出去一下 孙阿姨 金大夫 怎么了 您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 是不是李尚出什么事了 没有没有没有 她挺好的 是我 我家老人病了 我得回些日子 可是李尚这样 我也不放心呀 阿姨呀 也看得出来 她喜欢你 听你的 你呢 也关心她 那阿姨呀 拜托你了 在我走的这段时间啊 常去看看她 行吗 您放心吧 我会的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那 我赶火车 先走了 好好好 那您慢点 好 金娜 这么巧 你在这家医院啊 所谓今天值班 我婆婆在这儿住院呢 我带童童过来看看奶奶 顺便给她送饭 好 我先忙去吧 忙 你怎么能 你 一点点 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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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怎么都没吃啊 是不是不合胃口啊 那我回去问问所谓 您喜欢吃什么 明天再给您送 不用了 谢谢你 那我先带童童回去了 不用 童童就在这里 一会儿我给所谓电话 让所谓来接她 妈 别叫我妈 所谓今天加班 让我带童童一天 您不会觉得 我会对童童做什么吧 再说 小朋友在医院待久了也不好 三十五床的曾阿姨 过来做检查 好的 我就来 好的 妈 您放心吧 童童毕竟也是我的亲骨肉 童童 来 跟妈妈回家啦 童童乖啊 奶奶再见 妈 那我们走了 需求 去 tää 儿子 似乎 大夫 去 妈晚 外奖 是 老大 說 你 您 哪 你 呢 硬 啊 我 你 没做 您 四家院怎么样 大夫怎么说的 没说什么 就是说让我好好复健呗 那你就听大夫的话会好的 你呢 毫无所谓怎么样了 没什么怎么样 大家都很忙 我知道你怕我内疚 因为救我你才受伤 所以你不希望我来照顾你 可你要想 就算我们只是朋友 我不想让你同情我 更不想让你可怜我 因为我救了你 所以你要对我负责任 要处处牵挤我 陪着我照顾我 金娜 我绝了 能不能好还不知道呢 所以我不想拖累你 真好 你也不喜欢我 还可以跟无所谓在一起 不挺好的吗 不管你怎么说 怎么想 在你康复之前 我还是会好好照顾你的 孙阿姨再无悔 孙阿姨不再我更悔 因为 我们是朋友 其他的事情 我希望你也别多想 随你吧 陪金到医院来看我了 脸皮真厚 见了我就喊妈 谁是她的妈呀 你告诉她啊 以后别到医院来看我了 我不想见到她 好 回去我一定跟她说 所谓啊 你还是赶紧让她走吧 这个样子你让金娜看到了 会不会不好啊 也挺奇怪的 平时金娜再忙 她都会来看我 没来吗 没有啊 我想 会不会她是看到了什么 可能是没时间吧 我不跟你说了吗 她要照顾别人 应该挺忙的 你们 不会有什么事吧 您就别操心了 没事的 好好养您的病好吗 好 来 开饭了 喝完这个汤挺好的 玉米排骨 别玩手机了 你快 我下午还要过去开会 开完会我晚上也没什么事 我再过来看你 那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 二十四小时开机 走了 离我一下 拜拜 喝汤吧 嗯 回来啦 回来啦 怎么回来这么晚 你怎么今天带着童童 去看我妈了 童童闹着要去看奶奶 跟我哭 我只好带她去了 我妈说话不好听是吧 没事 我都能理解 换做是我 我也不会原谅这样的儿媳妇 童童已经睡了 你还 你还没吃晚饭吧 我去把赛热一下 你先坐 很快 让我们一起欢迎李总回家 谢谢 谢谢大家 首先要说抱歉 因为我身体的原因 这段时间都没来上班 但是我听说 咱们的业绩越来越好了 我现在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就是你们特别努力 尽职尽责 第二呢 就是我不来 比来更好 所以 以后我就不经常来上班了 今天过来呢 就是给大家发发福利 辛苦了 分给他们 来 韩伟 送我回办公室 好的 行 你们去忙吧 陆迟啊 怎么这么久 又 怎么了 哭什么呢 来来来 跟兄弟说说怎么了 离婚 怎么回事啊 老婆 老婆跟别人跑了 不是 跟谁跑了 他们4S店老板 你老婆 你老婆长成那样 那老板也要老板瞎 你 你对我好 我说的都是事实 更何况现在你们都离婚了 行行行 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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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 要不然这样吧 我现在过来找你 咱们喝点 你 你提醒我干嘛 是 我老婆是 也是在这4S店上班 对 那我老婆跟你老婆不一样 我老婆那就生活作风 比你老婆好多了 我 不是 我不是说你老婆生活作风不好 但现在事实 你们就是离婚了是不是 行行行 我多谢兄弟关心 放心吧 我老婆好着呢 好了 好了 拜拜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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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说呢 这事你有问题 男人嘛 最爱面子 尤其是在自己女人面前 你要考虑她的感受 说话要注意分寸 好了 我知道了 不了我了 你最近跟我姐 还好吧 你姐和无所谓还好吧 我姐最近 除了去工作就是去你那儿 都没怎么聊过无所谓 那花姨呢 有没有她见人间 我公公婆婆最近简直是活雷锋 哪有时间管我呢 对了 送你的 送给我 有点心意 真的吗 是新款 谢谢姐夫 但是 这里不能白送 我约了一个大客户 聊点很重要的事情 我现在又喝不了酒 所以 你要出点力 肯定 肯定必须 放心吧 我酒量最好了 谢谢姐夫 裴静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你这次回来找所谓 到底为了什么 您吃个儿香蕉 妈 您不让我跟您叫妈 我也得这么叫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给彤彤彤一个完整的家 有爸爸 有妈妈 别像我原来似的 我这次走了这么多年 真的是 经历了很多 也想明白了很多 您喝水吗 我当初 太年轻 太冲动 没经历过社会上的事 觉得发生一点小事 就活不下去了 现在想想 真是傻 生活哪是你想逃就逃得了的 我逃了这么久 终于知道 我最在乎的人 就在这里 我最在乎的人 所谓 彤彤 还有您 现在 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妈 彤彤需要一个妈妈 所谓需要一个妻子 既她再好 她毕竟不是彤彤的亲生妈妈 我才是彤彤的亲生妈妈 只有我 才会无所顾忌地对她好 您看 我这才回来几天 彤彤就已经知道 粘着我了 这就是亲生骨肉 这隔舍不去的 我知道 您现在 还不能 马上原谅我 但我会努力做好的 您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七档变速手自一体 然后呢 液晶电视能连蓝牙音响 还有更多的功能 到时候咱们 来 美女 那个 他们经理找你来 过去一趟 你干嘛呀 我这拉客户呢 猪疗在哪儿 我不知道 猪疗在哪儿 我知道 我也不能告诉你 你知道是吧 来来来 哎 你干嘛呀你啊 你知道我跟李尚的关系 你要是不说 朱利亚在哪儿的话 我马上打电话 让李尚开门 哎 别别别别 你不就想吃到 朱利亚在哪儿 我告诉你还不行吗 你说 他和李尚和几个客户 在外边吃饭呢 哪儿 金灵慧 小子 别说是我说的啊 都几点了 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喂 我到了 行 没关系 那咱们下次再聚 没事 没事 好 再见 不是 李总 他们不来了 家里有事 那么大桌子菜 怎么办 咱们俩吃呗 咱们俩吃 那也行 吃不完给金波打崩 烙酒 李总 你腿还没好呢 你别喝了 喝一点没事 好 就喝一点 嗯 我 所谓 我希望 你能到我这儿来一趟 我有话要跟你说 很重要 我会一直等你 我现在把地址发给你 吃啊 你吃点东西别这样 干嘛 来 你吃吧 李总 我知道你最近过得不好 还是因为娜姐吧 其实有几句话 我特别想跟你说 这次你救娜姐 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感激你 特别感动 其实在我和金波心里 你早就是我姐夫了 姐夫 我敬你 谢谢 谢谢 朱莉啊 嗯 其实我也特别想当你的姐夫 特别想和你们成为一家人 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 怀疑想让我跟金娜在一起吗 因为她和我一样 觉得我可以给金娜幸福 我可以照顾她 但那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我可能再也好不了了 如果我缺了 你那就得照顾我 你那就得照顾我 她白天去医院看护病人 晚上回来看护我 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我觉得她应该跟吴所谓在一起 吴所谓是个好男人 她可以给她幸福 她听了 她想要走 锁卫 你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快坐 裴姐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我记得你以前是不爱喝酒的 过了这么久 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呢 我在外面也要学着长大 长大了自然就会喝酒了 以前啊 都是你在外面应酬喝酒 今天我们俩也喝一次 不了 我妈还在医院 通通要上学 我工作也挺忙的 没时间把自己关醉 那我替你喝了 你 她有一件事好吗 什么 你回家就跟金波 跟华姨说 让金娜离我远点 可我在一起没有幸福呢 我这么拖来的 让她跟无所谓在一起 不想再见她了 答应我吗